从前从前有两名叫做姚和顺的国王 他们让人民过着吃饱喝足无忧无虑 幸福又快乐的日子 欢迎来到我的超级玩乐大帝国 在这儿你可以轻轻松松吃喝玩乐 安逸享乐快快乐 带着你那吃片天下的樱桃小嘴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尝遍所有美食 玩遍所有国家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酒吧新闻台超级玩乐大帝国 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第二个小时要跟大家聊的是 这几年其实在疫情前开始变得非常热门 很多的旅游玩家非常向往去的地方 去哪里了去冰岛 那冰岛被称为人间最后一块净土 非常的漂亮 那另外一个就是给我的印象 就是他好像旅游的团费比较贵 但是还是很多的玩家用不同的方式 想要去冰岛旅行 那当然了受到疫情的影响啊 国门不开 现在外国人进不来 国人也没办法出去 但是我相信啊解封以后啊 应该这个市场会快速的恢复 冰岛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冰岛有什么样特殊的旅游资源 为什么会那么迷人吸引那么多 尤其是摄影工作者摄影爱好者 想要去冰岛玩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专业的领队 他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工作者 他是普罗摄影工作室的负责人 他也是领队导游张雨祥 到我们现场来 跟我们来介绍冰岛 那他今天带了非常多的资料 然后透过他的介绍 我们可以 尤其是他自己的摄影 可以进一步了解冰岛 雨祥在我们现场 老师好 姚大哥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你自我介绍 你本来做的是摄影工作 为什么会做领队导游 摄影其实呢 大家就想说 摄影做多少年 大概 超过 透露我的年龄啊 有什么关系 至少大概35年了 你做35年 入社会就做摄影 就是开始玩摄影 然后接着从业余玩家 一直到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到自己开工作室 写作教学以及图库 这一部分 什么叫图库 图库就是说 你拍了很多 具有商业价值的东西 或者是说值得留念的东西 或者是适合摆设的 那这些东西放在Image Bank里面 大家可以就是说购买 购买他的权利 这样子 那你那你最多 图库里面最多的是哪一个类型的照片 风景 应该是这样讲 早期大部分我都是拍商业摄影 所以说以人像 然后一些 商业摄影人像 商业摄影的人像 好像这个拍服饰啊 还有拍一些 类似像网拍我也接 那个就不行了啊 那个就不能卖啊 那个都是人家委托你的嘛 但是有一些像主题性的 像比如说 少女写真日记啊 少女写真 还有什么我的比基尼啊之类的 早期的都是这方面的人像为主 好有福利哦 我的比基尼啊 让我们年轻起来了 然后呢 那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发现 其实大自然的风景啊 当成背景 有时候呢 它中间会述说的一些 一些我们心里面想象的空间的东西 会把你引导到一个心灵主题 那这个心灵主题在 因为台湾其实在摄影方面呢 就是地小人丑 所以说很多特殊的景点啊 经常会 人满为患 非常的满 那时候情绪啊 摄影情绪难以培养 那所以我就开始 开始往国外走 那刚开始就是走中国大陆 那后来呢 也是漂亮啊 也是很漂亮 但是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人满为患 有时候像西湖边啊 比如说你要拍个夕阳 这个时候你架脚架 你会发现 全部都是人 镜头里都是人 对 所以就让我想象说 有没有那样一个空间的地方 能够让我真正把心情沉淀下来 有有有有 好好的创作 很多还是很多啊 南极啊 北极啊 那这个背景实在太空旷了 没什么人 几只企鹅后来出来跳 没有 你看那个北极熊抓鲑鱼 那个画面多棒 对不对 加拿大还有那个 对不对 阿拉斯加 对不对 还是很多那种画面啊 是 这种地方还是有啦 有 对 所以说我就想这个念头啊 就是说我想说 就考个领队跟导游 嗯 那主要是这个国外就是领队嘛 两个都考了 两个都考了 那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 导游的话 诶导游会比较难 因为导游你必须 应棒 要跟国外的人士来台湾的朋友们 要运用外文 介绍台湾的所有的风土民情啊 还有名胜古蹟 这个部分你就必须要很深入去做研究 去了解 啊 那领队的话 最主要就是说 你带我们国人到国外去 那其实在行政上的接洽 还有就是行程的安排 嗯 还有再过来就是说 呃我们的行程都很特别 嗯 因为我不是喜欢摄影嘛 嗯 所以在像 类似像今天我们谈主题 这冰岛这个部分 嗯 它就必须有交通工具 嗯 那交通工具的话 你要载大家 你本身就具备非常专业的驾驶 嗯 所以说我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考到这个就是 职业大客车 你还去考外国的啊 呃 在外国你有 国际驾照 啊 也可以 C的等级的话 可是你不能开 你做drive guy啊 哦 我们是自己顾自己自己开车 所以说不是在当地接是没有问题的 哎呦 像纽西兰 跟这个冰岛 嗯 它15人做的车子 比如说我们做 你自己开 哎我自己开 你自己带 在我们自己的team 哎呦 哎那不是压力很大啊 这个 还好啦 这个就是 专业就看在这里啦 真的啊 哎呦 自己开 自己解说 对不对 行程的掌握 设计 嗯 还有谁 呃 像有些固定的 有些地方 因为最主要是我们不是当地的司机 嗯 当地的司机要有时候我们在沟通上 那我们临时想要听一个什么地方的话 啊不行 大家沟通会比较有点困扰 嗯 好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自己都是自己人嘛 嗯 也许台湾一些摄影的朋友啊 台湾摄影爱好的一些玩家 嗯 好 我们讲好 甚至大家会 都都已经做好功课了 对 我要出发之前 他们给我一个list 嗯 有些地方 甚至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他说哎 有一个教堂 前面完全是鲁冰花 全部是紫色鲁冰花 啊 啊 他说哎 哎 我就在这个地方我经常经过 都没有 都没有弯进去 牛西兰啊 嗯 冰岛 冰岛 冰岛也有鲁冰花 OK 这个冰岛特殊的生态 嗯 所以这个 这就是你的 你带的团的特色 对 就是说为什么 我会从静态摄影一直开始走到国外去拍摄 嗯 甚至说呃 大家觉得说 哎 那你带这些团出去你到底为了什么 嗯 刚开始也就正如这个我们今天先前所聊的 嗯 也许是我自己想去这个地方 嗯 但是后来我去了一次两次之后 经验累积之后 嗯 我发现我可以帮助很多人去完成梦想 哦 所以就变成我生活的目的了 哦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嗯 就带着大家去 是 很棒 来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冰岛 嗯 嗯 冰岛我想说今天一个主题就是人间最后一块净土 对 那为什么说它是净土呢 其实呃 除了它火山爆发的时候有火山灰 好 跟一些排放这个排放一些这个气体之外 其他的它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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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净的一块一块一块土地 这是你拍的是吧 哎 这是我拍的 哇 这个是 摄影专家 我要介绍一下这张这张画面 嗯 那通常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嗯 我们去看极光 嗯 然后我们出发的时间呢 通常天都还没有亮 嗯 那等到我们要到达目的地的中间的时候 这这之后刚好就是 这早上的晨曦出来的时候 啊 所以说我们觉得整片的红色 然后刚好有这个很孤寂的一台这个越野车开过来 好 我们就顺便的把它记录下来 啊 而且好有层次的这个地方 那个是美工做的 啊 这是美工做的啊 我以为是你 哦 不过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前面有阴影 OK OK 好漂亮 嗯 嗯 来 冰岛 好 那我想说我们走在地球的尽头的感觉 嗯 然后呃 也可以享受一下孤寂的存在 嗯 那我们在呃 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都会中间 很难享有自己个人的一个时空的 嗯 但是我们到冰岛这种地方 我只要踩到冰岛这种熔岩的土地上面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啊 这种孤寂的存在是我一种幸福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感觉 让我有一个沉淀的感觉 我发现 其实我在天地 天地人的中间呢 我找到一个均衡点 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放松自己 好 所以冰岛 呃因为它只有34万人 嗯 那它的土地呢 是台湾的2.8倍 嗯 那所以说它会有这样的空间 嗯 再加上它特殊的地理跟地理的位置 嗯 那呃 这一张的话就是 我们通常会玩冰岛的人 嗯 我们早期都是 北欧五国几国这样子 对 每个地方呢 呃 就是要沾一下酱油 对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来讲 其实 我们现代的人的感想啊 就是说 现代人第一个 我们的知识已经 非常非常 从往路上 嗯 很容易 跟以前不太一样 那再不过我们现在 现在的语文能力啊 也相当的好 嗯 所以说我们会希望 更深入去了解这个地方 所以说 我们在冰岛 最适合的这一圈 啊 这一大圈 这一圈 就是环冰岛一圈 哦 是在我们在夏季 跟春季的时候 最适合 我觉得 最建议大家能够玩的部分 当然啦 冬天不行嘛 永昼永夜的 对吧 冬天其实 呃 我们最主要是看极光 啊 看冰冬 冰冬也只有在冬 冬天才有 OK 那我们曾经有一次 走到东北部去 啊 因为冰岛的气候是暖 就是海洋的暖流跟冷流中间交汇 嗯 所以他天气变化的非常剧烈 很大 有时候呢 突然来一个风暴 嗯 然后我们如果是在东北边的话 那种那种很大的那个风雪 哇 我们那个时候开车真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饭店的时候 我们真的恍如隔世啊 我都不晓得我怎么开回来 活下来的 哈哈 感觉活下来了 是 OK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在呃 沿途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冰岛的生态 哦 最主要就是冰岛 OK 这个是在冬天 大概零下20度左右 那这些冰岛马 他非常耐寒 啊 那他从这个呃 欧洲大陆 然后就是带到冰岛 大概也超过1000年了 所以他们慢慢演化出 他们自己耐劳抗寒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国际新闻 就是在讲冰岛的马 嗯 嗯 说 说他们 就是您老实讲的这个 他们非常耐 而且他们个头不高 个头不高 个头不高 然后负重能力很强 是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是跑快的 他们是交通运输用的 很适合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冰岛马的马背比较平 这个乘客座的上面 比较不会颠簸 是 是很厉害的 嗯 OK 来 继续介绍 那冰岛马呢 其实 呃 我们在路边经常都可以看得到 他的个性非常温馴 而且你就拿一些草过去 他就慢慢跑过来了 OK 那对对对 还有一个温馴 对不对 对对对 他的个性 不会踢不会咬的 没有错 嗯 嗯 我后面会慢慢分享一些 好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边跟听众朋友 一边跟观众朋友 听众 观众都有 听众都有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沿途 看到的一些风貌 那呃 经常在冬季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种浩瀚的 这种整个铺陈出来的 这种银色世界 然后呢 呃 在这一个整圈呢 其实中间也有不少的景点 这是黑白了 这个照片 还是这个 这个其实现场 就是彩色 只有两种颜色的感觉 哇哦 因为已经草木不深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 嗯 摇那个列的这张 嗯 这张照片 对那每一个地方都有特别 那这个看法 我们进入春季了 进入春季 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嗯 这个是在峡湾的制高点 冰岛的峡湾 东峡湾的制高点 好 这张图你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要分享给听众 等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哦 这张图 它背后代表的意义 嗯 是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 普罗摄影公司工作室的负责人 还有资深的领队导游 张雨祥聊 这个冰岛 他带的团跟别人不一样 他自己开车 做Drive Guide 然后自己规划行程 然后 甚至可以客制化 客人想要 自己找到资料 想去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他都可以专程带客人去 那现在我们就聊到了 这张图 嗯 冰岛的这张 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红色的 对 这个就是代表说 这条路在任何状况 任何车辆都不能走 好 那 啊 对 他就告诉你不能动 不能去 呃 去做冰岛自助旅行 尤其是做公路驾驶 如果没有上 R-O-A-D R-O-A-D R-O-A-D-R-O-A-D-I-S 这个网站 去了解最新的路况的话 就代表你几乎是在盲目的 在 乱闯 对对 太危险了 对对走在冰岛这种气候多变的地方 哦 那这张图呢 其实就是我 截至于 我 就是去 呃 2019年的时候 嗯 年底 那个时候的 冰岛 当时呢 所有来一个大的风暴 嗯 那我们是在雷克牙维克 嗯 然后当时整个是东北边跟东边 东北边 甚至西北边这边 全部呢 都是 所有的道路都不能走 哇 那会造成什么情形 就是说 我们在冰岛旅游 你随时要有预备案 比如说你在指定的时间 因为 因为特殊状况 没有办法到达你下一个住宿点 你必须提前去联系 那呃 有的 大部分他们很友善的会 说OK 退给你 嗯 或者是说 走收部分的手续费 嗯 那但是如果你完全都不联络的话 他就不理你了扣钱 所以这个部分在我们联系的时候呢 呃 一张冰岛的SIM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很多人都会到冰岛去说 我们第一个开车驾驶 那同时呢 通讯联络也是很重要 会在买国际漫游啊 其实那个都不管用 嗯 呃 也不是说不管用 要在地的最有用 他很麻烦 他到那边去 他要跨漫游 还要取得一些 一些通信协议啊 嗯 之类的 我们直接在雷克雅维克的机场 出来之后 右边有个超市 嗯 对 也不贵 嗯 然后你可以买流量多一点 甚至有免惠通话 通话的 嗯 好 那然后装在我们的 呃 一直备用的手机 或者现在有很多手机 它有双卡 对 那就其中可以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上网 去了解 嗯 好去了解线材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路况 嗯 好那 呃 像这样的红色的这种道路 这种这种情形的话呢 就是 你不能上路 嗯 第一个你上路的话 万一车子有损伤什么 租车公司它是 不理你的 不理的 不理赔 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那 如果你上路发生了任何的危险的话 你反而会耗费更多的资本 嗯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个部分 去冰岛 甚至 呃 我们一个车子 在冰岛最常就是 在冬季打瞌睡 哎呦 然后车子就滑到边坡 哎呦 这么危险 拉上来就是2万起跳 哎呦 2万台币起跳 嗯 那冰岛的汇率 呃 1台币差不多对4.4 呃 呃 克朗 他们叫克朗 嗯 所以台币 台币 哎对 呃 台币 就就相当于我们人民币对台币 哦 差不多的 对 讲到这个钱 我插一个话 那今天我特别带了一个冰岛的 的 Lucky Coin 哦 他是100克朗 嗯 然后给其中一位幸运的这个听众 哎呦 那就是说到时候就直接 上到我们的这个 69发的 的Facebook 嗯 整丝团 哦 对 那 这个就是冰岛的克朗 嗯 那上面呢 呃 可能要拿出来给大家看 有一只鱼 嗯 那这一只鱼呢 叫做 这等于台币多少钱 海参班鱼 这台币多少钱 20块 20块 嗯 海参班鱼 对 来 来 邀大哥看一下这个 上面100克朗 哦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鱼 哦 如果能够在餐厅里面吃到这只鱼的话 你会非常的幸福 真的假的 因为它会带给你健康 带给你快乐 什么呢 那我就去专门点这只鱼就好了嘛 还要 问题是它不是经常有的 因为这种鱼呢 它第一个它有季节性 那第二个呢 它就产量不多 嗯 它每年只涨一点点 叫做海参班鱼 海参班鱼 对海参班鱼 你要怎么送给我们的听众 嗯 嗯 这样子我们就在 请听众朋友或是观众朋友 在上我们的 呃 Facebook粉丝团 嗯 上面呢 小编会发布一些 呃 就是说 题目 问题 哦 你要答对就给你 是是 好 嗯 谢谢 卖个关子 谢谢 谢谢 人来了就好嘛 还带什么礼物呢 哈哈哈哈 OK 所以刚讲到钱就插这个话 哦 那在冰岛的自驾呢 其实嗯 随时都要预备案 嗯 像我们租车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抓预算 嗯 好 那我们就必须要增加百分之 呃 百分之四十的钱用在 风险的规划 风险 预备 对预备 那你如果 优比用啦 最好用不到啦 但是你要准备就对了 第一个是油 哦 对啊 你要补胎 蛤 对 补胎 还有这个风险 有的 哎 我在冰岛 呃 去了这么多趟 哦 常常发生啊 呃 几乎呃 超过大概一万公里啊 嗯 就这样开自驾一万公里 中间经常遇到各式各样的情形 包含我的 呃 呃 就是友军啊 就是我们跟我们一起去的别的车子 嗯 包含我自己的车子 嗯 我自己的巴士车 嗯 也有一次 爆胎 轮胎被一个很尖锐的 的那个就是就是应该是玄武岩啊刺进去 哎呦 然后呢 我是在北方第一大城阿库莱莉的停车场 因为我很习惯就是下车之后 检查一下 我们的团员们大家下来啊 在家下来把衣服啊整理一下拿些东西 我就在趁这个时间我就检查我的轮胎 嗯 我发现有个轮胎呢 哎 它好像不太一样 哎呦 然后我就往前面稍微开一点就 变形了 对那立刻就打电话给租车公司 还好在北方第一大城阿库莱莉 究竟解决 附近就有一个这个很棒的一个就是修补 专门修补 嗯嗯 所以说立刻处理 对 那这个部分呢 哎 也很也很幸运 因为我们经常就是经常 如果如果在半途上那惨了 那很麻烦 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语文能力去联系 啊 那不然的话你就必须要等这个 呃 就等于说是警察或者警察很少 啊 那必须要当地的人 或者说我们呃会 就是我们同样从台湾去的哈 一些旅客来协助 很麻烦 我们就有看到两位女生 她们在冬天租两轮驱动的车 啊 这个车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这个车子呢 不是四轮驱动的话 是两轮驱动的车 在冬天 你经常会租状况 不好看 抓地力不够 嗯 他们就滑到边坡 那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等 呃 其实我可以想象说 他们后续 第一个行程会受影响 整个都变了嘛 啊 对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冰岛很贵 那冰岛很贵 要什么样的方式 来去让它变成一个很安全 嗯 然后呃 安全又经济实惠 嗯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折中点的抓 有时候该花钱的时候 还是要抓 像四轮驱动的车 真的是有必要要租 是这样子 嗯 OK OK 然后再来 呃 在冬季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极光 其实也要考虑到 冰岛的一个风雪 嗯 所以说这张照片呢 其实是我们一个 一个团圆 一个大姐 那那天 大姐啊 对一个大姐 喜欢摄影的大姐 她很厉害哦 嗯 她这个摄影是 直理也很深 嗯 那然后那天早上呢 我们吃完早餐了 好 我就先出来 大家整理行李 那我出来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雪挖开来 让我的车子能够开出来 出的来 对 然后呢 再过来就是把我的这个 雨刷 这个挡风玻璃啊 擦一擦 好 所以说在 在这个国外 在坐自驾的人 其实做一个驾驶 或者是预备驾驶 你最重点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 你的车子 行车的前 升中跟之后 来做好一些这些 就是预防啊 准备啊 还有一些这个 出发前的这个工作 这样子 嗯嗯嗯嗯 好我们 呃一般来讲我们公路自助旅行呢 其实如果不开车 嗯 可不可以去冰岛 当然可以啊 对啊 因为冰岛它有很方便的一个 就是长途巴士 啊 它有这个观光巴士 啊 甚至还有说我们可以到中间 highland部分 它的一个巨轮巴士 啊 巨轮 巨轮巴士 它可以去的景点呢 一般是我们在 嗯 不管是你走 Golden Circle 黄金圈嘛 嗯 去去去这个冰岛 大部分都是 比如说你只有呆两天一夜的话 就去黄金圈 怎么会只去两天一夜 深度旅行怎么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北欧五国 啊 那种 那种 那种的话就是专门适合 对 比较就是 对对对 到此一游 就是 蜻蜓点水 看一下啊 收集一下护照 护照上的印章 嗯 好那 呃 还有呢 就是说像我们就是说 呃 这几个人包车的部分 嗯 那还有呢 就是说 呃像有些民宿 他其实是你可以跟他讲好 嗯 大概我们的呃旅游巴是到哪里 呃 他可以来接你 OK 然后接着你 比如说你在那边stay三天两夜 嗯 那就是你跟 直接跟他balking他的车子 他可以带你到附近的景点去玩 啊用他的 对 这也是一个方式 这样的话你节省是 就是说第一个你车子 油料啊 闲置的时间 对 虽然说是 你请他 大家都很喜欢在国外跟台湾比 其实也不能这样比 嗯 在当地这样来讲的话 对你来说是最经济的 而且也安全啊 最主要是安全 他们熟嘛 嗯 对啊 嗯 去冰岛真的不要觉得贵啦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太空人在冰岛的上面在走 也很多世界各大的那个电影啊什么之类的 都在那里演 都在那边拍 有时候我们在这边拍照 然后这边都是容园区嘛 他就假装那里是太空 那边就有太空人在走 穿着太空装在这边慢慢走 他在演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我们要把心情想 啊我们是在一个外面的星球 哦 是在一个寂寞的星球上面 OK 哎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贵了 OK 哦 哦 好 好 那呃 就是说公路的自住行这个部分 那我想说 呃相关的资讯呢 其实 大家都可以从 冰岛所有的旅游上面的这个交通网站 都查得到 预先去balking OK 当然也是越早balking越OK 好 那 当然特别要注意一下 他是有一个 deadline 就是说你最后什么 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这也要特别注意 对 好 呃 这边当然也是要 呃所有的 比如说你要自住行的话 你的住宿 这是要预先 预先要 要坚定的 对 那像balking.com 等等之类的 很多的部分 呃冰岛的其实他的住宿 你说我要住五星级四星级 那个都是集中在大都会去才有 而且也没有必要住到那边 风景区就少 通常我们在那边玩的时间都不够了 回去之后 睡个觉 睡一觉 早上就马上要出来 收那么贵的半年干嘛 对对对 所以干净 还好他们所有的 不管是 都很干净 干净啊 他的床垫特别舒服 还是我特别累 特别累的关系 所以那个床垫永远是觉得比家里的要舒适 没有啊 北欧的家具本来就很厉害啊 北欧的家具 对不对 本来是设计感啊 舒适感啊 而他们就极简嘛 然后但是很舒服 很舒服 进去之后很放松 OK 嗯 所以一个小时等于三个小时 所以你给我们的建议是说 如果要自助旅行 定冰岛的旅宿 就是不一定要飞找那种什么五星级超奢华的 只要方便舒适干净最重要 还有一个重点 离景点要近 当然当然 尤其是我们在看极光 像比如说我们去斯奈山半岛 就是所谓的这个教会山 我们现在看了一个照片 后面有个前面是小瀑布 那后面是一个像草帽一样 然后又成为草帽山 嗯 好 那 呃 那这个这样的地方的景点 如果说我们又要想要在他这边拍极光的话 那是不是必须要离我们住宿点 就要很近 越近越好 那越近的地方 即使他只是一个宾馆 也是贵 只是一个家庭的饭店 啊 家庭的这个旅舍 嗯 他都很抢手 也是贵嘛 对 所以说为什么我讲说 而且要旅游 嗯 所有的冰岛旅游 呃 像比如说 呃 将来我们能够再去的时候 嗯 你一定要很提前半年以上 然后 比较便宜 对 去订 才会有房间 就是计划旅游了 对 计划旅游 嗯 然后订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 就是你要特别注意他价格的变动 啊 突然出现比较便宜的价格之后 赶快进 先订便宜的 再把原先的房间放掉 哦 哦 这样你又可以省很多 哦 比如说你住时 所以你随时要 随时要关切 呃 对 就是过一阵子就关切 其实这 这个就是说 你大概过个一两个月 有一个节奏 看一下 嗯 嗯 那有时候他甚至会有一个 最后的一个 final price 嗯 然后这个时候 对 last minute 然后这个都只剩下几间 哎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稍微 稍微去去 去去去抢一下 嗯 好 所以怎么把我们这个buggy 抓到最最ok 嗯 这也是在冰岛一个就是大家尤其我们一些一些坟岭族啊一些上班白领白领阶层要去玩的话通常都是一年省下来的假期跟跟预算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这个就很重要很重要对对对对所以机票住宿 接票住宿还有交通交通交通的话呃比如说我们是呃我们是四个lady嗯 然后我们四个lady呢我们不想开车嗯我们也不觉得那个开车会对我们带来一些风险那我们就可以按照我刚刚所讲的方式用公路自住型的方式 那你住宿呢他有很多的像有点像是这个青年旅社这样的啊 青年旅社然后他有很多很大的一个就是呃他的餐厅啊你可以跟大家交流哎这也是相当不错的 OK甚至跟当地宾馆的其实他的那个他的那个front desk reception他们都会帮你说哎当地人他有车子我想雇用你的车去哪里哪里他会介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好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我们就来看看冰岛的特殊的风景景区景点嗯来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在继续跟张雨祥普罗摄影工作室负责人还有领队导游张雨祥聊冰岛 之前我这里插一段口播赏屋的讯息啊那么最近如果有朋友要想要购屋换屋啊的听众朋友提供你一则这个新的赏屋讯息啊 由亚新建设新润双品牌推出的SC刚股纯住宅叫做晴天森林他在南港周边有双公园百货进南港车站以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可以上网搜寻他叫做晴天森林或是拨打赏屋专线2789 1122 02 南港最近非常的红那附近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整条动线非常的特别早一点抢进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跟张雨祥聊冰岛 好我们跟各位听众介绍了公路的驾驶嗯啊还有公路的一些旅游巴士嗯那其中有highland的巴士能够去哪些地方呢嗯呃我们都知道冰岛的地形它中间是整个冰茂嗯那在这个冰茂的附近呢尤其是在春季的时候呢它有个地方叫做彩色火山彩色火山对因为它的冰岛文的艺名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类似像彩色火山这样子嗯那那个呃景致非常漂亮 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啊然后这个特特特别的这个瀑布啊等等嗯嗯嗯嗯嗯那就是要做巨轮巴士巨轮巴士对巨轮巴士就高高的很高它的轮子甚至比我们一个人还要还要还要那比较大对非常非常大这个在加拿大也有啦就是那个Lex-Lewis嗯嗯对就是哥伦比亚冰原冰原就专门走冰原是是是是这种车嗯嗯很高嗯OK 好那以上是讲这个有关于这个冰岛的一些这个概况就是我们是交通的部分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冰岛的生态嗯那冰岛其实它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生态包含它的水下面的鱼类啊嗯甚至海豹啊嗯好那水上面的一些鸟类啊嗯好这这些这些部分其实都是我们去冰岛在季节性上面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嗯还有就是我们在料理部分呢我们一定要尝一下冰岛在地的 它们叫做特色美食Catch of the day但很多餐厅呢它就是当日的料理OK当天补了什么东西啊他就给你吃OK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很特别啊当天会补什么啦当天呢我们也不知道哎但是呢那你吃过什么吧就是很新鲜你吃过什么比如说像海鲜斑鱼是第一个啊那还有就是说当地提供的一些肉品的话就是当当当地农人啊啊他有些特定提供特定的小餐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提供的就是就是阳溪嗯 我们今天提供就是一些牛肉啊等等之类的啊甚至甚至冰岛的猪肉啊好这些就是很特别的啊那那鱼类的话呢其实比较多一点啊那不一定要在大餐厅吃啊那没有Catch of the day他every day都有的话就是像鱼条啊冰岛的鱼条特别新鲜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在冰岛很少闻到鱼腥味嗯呃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纬度的关系嗯所以它的鱼特别特别新鲜嗯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呃 讲到又讲到吃的讲到我们姚大哥专场的部分我专场不是我专场是旅游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后面有米其林餐厅也可以介绍嗯嗯好那冰岛生态部分其实呢有很多像比如说扇之鸟嗯嗯春季的话我最推荐的就是我们去观赏扇子鸟puffing那puffing鸟其实大家都觉得说我们要去看puffing鸟很多去join像从这个那是什么鸟啊这个鸟叫做扇扇子鸟他一脸长得非常非常忠厚我们后面呢会有一些 你还有中厚的还有邪恶的鸟你看一下就是非常非常你有照片吗你有照片吗这就是我中厚看起来就是哇你出去还要带大炮很憨厚好很憨厚的感觉好哎呦很无辜的眼神啊然后这个鸟很特别他的每年都回到固定的一个地方去预取老师你用什么相机啊呃我用的相机什么牌子Sony我用Nikon用Panasonic都有Sony啊那我没有固定的是用在哪一家厂牌真的啊 我是依据我当时喜欢的那个状况那很多人那你一次要带那么多相机出去啊我会选择性的哦比如说我今天要拍一些动态的嗯我会带Panasonic的4K因为他是他是这个micro四分三系统嗯所以说他很轻便嗯那他从此呃如果说我今天要拍鸟的话他的大炮嗯相对的体积跟重量也比较小哦机动性很重要嗯很重要那很多人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拍这些鸟嗯就带一个400的还有500的哇那个是 跟破机炮一样我几乎没有看到拍好过因为静态的就拿不住嘛hold不住你觉得你要追你追不到嘿很麻烦哈哈哈哈我怕精神啊没有啦哈哈哈哈太生动了哈哈哈哈哈哈OK原来是这样对所以说这就跟专家一起去旅行的好处可是啊坏处是说天啊他跟我讲要买Panasonic我又没有我就去买一台有好有坏啦哎呀我不会放毒给大家我都会跟大家讲用什么样最最好的方式啊然后最节省的 方式那跟我去有个好处呃就帮我拍嘿哎呀我很喜欢帮大家拍是不是好那帮他拍完之后甚至有一段其实就是呃你就可以拿去做你的分享啊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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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带一只手机就去了啦其他我都不要带是可不可以哎呃那可以啊没问题拍鸟没办法啊你经常出现在镜头到此一游每个地方都有你不行啊拍鸟我手机就搞不定啦我就带过一个带过一个大哥哈他是他是那个中部地区的迷藏的这个大老板 哦他八十几岁但是呢他旅游世界不只百国啊嗯他是每个国家几乎都有去过而且每个国家都去过好几遍啊但是他这轻衣色的服装就是一套西装啊每到一个地方就一样的姿势这还穿西装去啊哎我去火山也穿西装啊我去过他家里去去了一次啊整个墙壁全部都是这样的照片哦都穿西装哇真是鼠大便是美啊真是太棒了啊鼠大便是不是他去火山也穿西装啊火山也是啊 去冰原也穿西装啊去哪里都是都是那一套只是冰那个冰原外面都有加一件大衣啊哦哦这也是一种style啊所以说参加我的团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认识的好朋友啊你不会拍没有关系因为大部分很多人都不是摄影的嗯他喜欢去放空的嗯好喜欢放松心情那这样子我就帮你拍尤其是比如说你拍人跟极光在一起啊现在人跟火山可以在一起哦因为最近这两三周冰岛的火山在大爆发 好呃我们大家都听到火山爆发到好紧张啊没有啊冰岛旅游业者很高兴呃他有private tour就专门来看专门带你去看然后旁边泡好的咖啡什么之类的哎呦然后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荣言从前面这样哎呦哎呦哎呦真是不要命啊真的不要命啊OK嗯你会带大家去看这种吗呃这个基本上呢如果说是季节不会啦有风险的啦 有季节在的时候呢我们会看是不是在公路边因为冰岛有些地方他火山爆发的地方其实你在公路旁边可以看得到那一号公路他不可能停止通行嗯所以说在那个部分啊就是可以附近啊嗯但是会通常照着那种情形嗯变成停车场了一号公路塞起来了那怎么办啊啊这个时候交警就出现了啊平常不出现这时候就要出现一下OK一定的嘛是好我们继续聊下去这些生态景景景点嗯生态除了这个冰岛 冰岛生态就是一般的我们讲真正活的还有一种类生态哦叫做什么样子它像什么样形状我们就叫什么样的石头这叫犀牛石哦这个类生态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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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很多嘛对台湾有橡皮岩对啊很多嘛但是这一些地点呢因为是在冰岛属于一个打卡热点哦所以说很多人要知道怎么去的话还必须要有一个很很很很很特殊的走法哦像这个犀牛石它就是在瓦斯 瓦斯半岛冰岛的北边瓦斯半岛对它就叫瓦斯它翻译成叫瓦斯不是我们那个同瓦斯好的我们是翻译啊那这个瓦斯半岛呢它就其中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一个犀牛石啊那这个犀牛石其实它真正的因呃这个冰岛名的文名称是叫翻译成我们中文的话其实叫做白衬山为什么叫白衬山啊因为很多海鸟哦就讲到生态哦我知道会在上面哎就是排泄啊洗手间 今年累月之后呢它就变披上一层白色其实也是啦我们澎湖的呃玄武岩也有嘛它上面都是白色是对就是它就是要方便嘛对不对厕所啊好这个就打卡热点啊就是说冰岛的跟生态有相关的嗯这个Puffy鸟呢它其实就是每年大概我们基本上大概5月底呃到8月初是最佳的观赏点你说这个鸟很善良啊它非常善良而且它非常爱家啊 好那它的脸哪有善良看起来不善良吗我不懂哎你善良的定义是什么看起来很憨厚啊好啦憨厚憨厚哈哈哈哈好憨厚哦嗯好这只有有有有是是是嗯嗯那它咬咬这个小鱼啊那这个小鱼呢然后就回到它的这个巢穴它的巢穴每年都是一样的嗯好那这一夫一妻嗯如果说是两个都都都都都都都老都老走了之后嗯嗯那个洞就留着 不会有所有的这个这个Puffing它会做自己的洞就是遗产啊不是别人别人不能来别人不能来别人不能来他他不会用别人旧的真的他会用新的所以永远住新洞那你要去看他那个工的Puffing它是在挖这个的时候嗯通常都是在5月份哦哦5月份的时候他们是5月底开始求偶哦所以大概5月初的时候你会看经常有那个他这个憨厚的脸上面看起来很脏脏的哦如果是脸上有很多泥土这个时候他就是正在窝 它很帮组一个艾巢然后组艾巢呢然后他的外面去开始就是就是呃就是飞来飞去啊然后看这个时候很多池的这个Puffing呢哦他就要过来上屋看一看哦哦觉得很不错的哦他就会再进去就下来了对那这个难得也进去了嗯就进入洞房嗯嗯然后小Puffing出来之后呢然后他们就会轮流出去雕小鱼来喂小Puffing哦哦那这个小Puffing大概倒会飞啊 但是大概是8月初左右嗯啊浴除期大概就是大概一多两个月然后小Puffing就要离家了对他们就教他这个怎么样去飞行啊嗯嗯之类的嗯嗯所以说呃每年大概是这个时间啊不是那小Puffing走了这个梁老就留在这个洞那梁老死掉以后这个洞就是没有没有梁梁梁老这个就继续啊啊继续跟着他们一起回到大海因为他们冬季的时间全部都是在某一个某一个区域的地方他回到大海第二年回会回来吗都会回来回来原来的洞回来原来的洞 诶这是很特别的诶真的啊好厉害哦是好那这就值得值得了解一下很值得看那最主要就是说你要喜欢摄影人要抓他这个动态好那很难嘛你如果带很大其实不会哎因为我大概就带一个你要不要谦虚一点啊什么叫其实不会望远的旅游镜其实那这多少你第一个我是带7300的哦哦然后7300的就是你大概抓一个距离嗯然后你把自动对焦关闭 然后因为你自动对焦你永远追不上他真的啊对不是现在有一些机器是可以的吗运动摄影啊什么的Puffy你要飞得非常快哦所以你的建议是我的建议是你用就是我知道一个方法哎是我告诉你我的方法是这样子我预判他会过去的动线在哪里我定交在那个地方他过去啪过去啪哎就是高射炮哎打飞机的方式对不对以前我们高射炮 打一再打一个弹幕啊等飞机过去对撞他对嘛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连拍的方式对嘛我就是这样子啊的那个区域对嘛那这时候光圈就很重要因为光圈跟景深有相关所以讲到一些就呃讲到一些比较比较有点专业的名词啊景深其实就是他清晰的范围对对那有时候你光圈看得太大了他这个景深范围很讲就是他距离清晰所以你拍不清楚你必须要光圈要缩小一点对速度要 哦速度速度速度要就是快门速度要快一点要快一点至少要一千啊要一千啊速度要快你要拍得很清晰大概一千那就有一个千千决条件嗯呃这个手机就没办法对第一个你的相机的本身的ISO值嗯要高的时候很纯净嗯有些相机呢他其实就是说你ISO值一开高之后他就开始出现颗粒了那这个就比较消费型就不行了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天气要好对要够亮嘛这张照片天气好的时候 诶你就很快就可以很自然啊提高很自然啊是这样子没有我们以前因为我我我我我也是旅游记者嘛是所以我们以前在拍这种鸟的时候啊尤其是一票在沼泽要往上飞的时候啊我建议啊就加一个小闪光灯啊就因为他是逆光嘛这天哇哇一票往上你拍就黑掉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会加一个小小灯去我们都是用太阳补光只要角度对的话太阳补的光绝对比 那当然啦那没办法啊那你根本来不及嘛对不对是是是是OK嗯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帕冰鸟他们有时候会开会一个长老站在那个高的地方下面一群在那边窃窃私语国民议会议会国家公园嗯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冰岛马又来了讲到生态呢我们就想去冰岛除了要看冰岛马之外我们还要骑温寻的他刚才姚大哥有讲他的背很平对 其实坐冰岛马是很舒服一件事对而且我们就是带了几位Lady他们真真是从来没有骑过马嗯然后呢他从马庄在马庄里面他教大家骑走一圈嗯怎么样去操控嗯每个马都有他的名字嗯有个冰岛冰岛文的名字嗯然后你你就是呼唤他的名字嗯摸摸他嗯好然后双方建立感情嗯然后呢接着就在我们的这个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的场地里面先绕几圈好小跑 然后再带出去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念的资料冰岛的马他的跑步方式跟其他品种不一样他多了两种方式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来我们继续跟普罗摄影工作室的负责人他同时也是领队导游啊自己带着专业带着大家一起去世界各国啊去看漂亮的风景同时呢他也考他有好多证照他同时也考有这种国际的这种 职业车的驾照等等啊他可以做drive guide带着大家去玩我觉得这样好处是好处是这个行所欲行停所欲停就是你想到哪里这里停久一点就停久一点这里快点走就快点走临时想要去哪里吃东西就去哪里吃东西那我觉得这样是很方便的因为外国的游览车啊他们又有工会又有这个啰哩巴说的很多事情啊不方便啊那现在这个宇翔宇翔老师他自己这样做而且他懂摄影你看要拍照 那其实对我来讲是不用他教我就是把相机拿开你帮我拍就好对不对好不好好这样我们继续讲冰岛还有什么好玩的啊讲到冰岛的话其实冰岛的特色呢还有一个就是冰岛的瀑布啊因为冰岛有很多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溶池冰冰川溶池的这个地形啊等等所以高低起伏再加上他是一个火山的一个地形嗯所以说这个各式各样不同形态的瀑布是我们去冰岛来的必玩的部分嗯那必看哎必看嗯好那 那有十大瀑布哎呀这么多这边有列出来嗯那但是大家有很多瀑布呢你想说我一次全部走完嗯那你可能至少要待个十天以上才有可能啊因为有一些瀑布他是不容易进去的哎呦好我们像讲一个比方啦比如说像代提瀑布哎有没有没有照片照片照片代提代提瀑布我们不是有看有一部电影啊在叫那个什么普普罗普罗普罗是什么突然忘记了 没关系没关系对就有一部有一次片子啊啊那个呃他就是在一个巨人嗯嗯然后他喝了一个一罐把自己融化掉的人类的地球生态的起源哦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细胞都融化之后哎呦到水里面就变成微生物变成鱼啊慢慢简化成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这个一开始啊嗯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他就是在代提瀑布嗯嗯 啊这个就是代提瀑布哇哦哇好壮观啊刚刚这个代提瀑布嗯嗯这么多瀑布这是各式样的瀑布大家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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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秘境瀑布这叫蓝色瀑布嗯它有点像是牛奶牛奶蓝的颜色哦哦那这个呃以前呢是比较容易进去大概大概走三十分钟就可以现在可能不止啊为什么要走一个半小时为什么原来的地方的入口那是私人土地后来呢他就弄一个闸门啊他不让人家进去因为太多的 各国游客进去之后把里面环境弄得很差嗯那我们就必须另外一条路绕道就是从那个呃有一个工友的一块地的体车场嗯沿着河边这样慢慢走进去哎呦哦那个那个有时候真的不是路的路啊哎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去的话也是要钻人带啊去过的熟悉的人带这蓝色瀑布嗯那像这个是一个这个都是秘境的这个这个都是必去啊因为你去一趟因为你去一趟是 就是我在冰岛我花很多钱在住跟吃可是你玩的地点能够能够去跟人家去介绍的地方分享的地方很少哦这个你再便宜就败去了我觉得你就浪费一次对你可能这辈子只去一次冰岛嗯像这个也是一个秘境瀑布嗯嗯好这个是在那个呃这个斯里兰瀑布的后面的一个地方这这瀑布是那个负离子特别多的地方特别多对不对对不对 进去一趟出来之后啊很多充满能量很多病都留在里面了出来之后恍如隔世啊怎么会得到新生 那上一团有八十几个人把病都留在那里了我现在去就就这样啊那刚好他直接负离子直接融化掉了OK很漂亮了这个就是代替瀑布啊你很坏你把瀑布拍得像拉面一样你看像不像啊啊然后然后你这个教大家嘛这是什么慢速对不对 在用脚架啊对其实我们带脚架去的目的呢就是天呐我去旅游还要带脚架你对不对啊摄影的人我跟你讲真的我就碰到有人他把家里防潮箱的东西全部背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大姐女生啊对他很投入摄影他非常执着在摄影嗯他说我上次旅游就少带了一颗镜头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背出来嗯结果后来他脚扭 嗯结果就是你帮忙嘛结果我倒霉哈哈哈就是你背嘛没有还好我还是热心的服务没关系你就拉车子嘛现在摄影箱有四轮的啊呃这又是一个问题又有问题了我们那一趟去欧洲一个另外之前上节目有介绍过的嗯呃呃那个克罗埃西亚嗯克罗埃西亚地形是石灰岩地形嗯高高低低起伏嗯他特别带了一个轮子的过去 哦对啊几乎都派不上用场为什么没办法你上去下去所以还是要有没有要带轮子再加背带的哎这样的还是要够轻哎其实如果说照我讲的哈我们出发之前都会先介绍你要带什么器材哦然后你有些不用的器材嗯就不要带了那个场景你用不到你真的不需要带真的不要带哎对对好吧好吧这个又扯到器材了哈嗯好那个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说大家听众朋友就是有关于这个 冰岛的Ice Cave嗯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嗯嗯因为冰岛呢在冬季的时候冰冰雪冰冰冰冰�冰冰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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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是他色溫很妙喔 剛剛那幾張的色溫 都是藍色的 對 全部都是很高的這個色溫 沒辦法改喔 就很壯觀 對 非常壯觀 然後這是一對 這對很甜蜜的新人喔 剛好他這樣照片 我就幫他撥捉下來 對 我就幫他們拍了很多照片 那其中就是這一張 就是他們在這個冰凍中間 藍色冰凍 就是放閃 就是放閃嘛 這個地方別人沒有了 只有你們蜜月才會有 是吧 對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價值就出現了 喔 就是 別人沒有這種經驗 上面一個洞 上面一個洞 有點像上帝之眼 啊 好漂亮喔 嗯 好 可惜沒有辦法穿結婚禮服 對 其實冰島 其實就是很多的結婚新人 還有冰島很多攝影師 然後他們也是專門幫這個 新人來帶 在地的攝影師 對在地攝影師 也是都有加百分之二十六的穗金 所以說還是我們新郎自己帶著去拍 其實就可以 如果 未來如果真的是有機會要再去一趟冰島的話 嗯 其實我也可以集結很多隊的新人 然後呢 對嘛 對我們一車 然後我們開十五人坐的車 蜜月旅行之類的 對 蜜月 pre honeymoon 先honeymoon先過 然後順便攝影 全部都解決了 在一起 婚紗攝影旅行 對 這時候新娘如果會計算的話 一算一下 這個隊 這樣子更有價值 哦 OK 這什麼地方 這個是雷克亞衛克 在雷克亞衛克中間有一個湖 對 這湖泊中間有一些政府的建築 同時呢 在冬季的時候 因為這個底下有地熱 建築蓋在湖裡面 湖的周邊 湖的周邊 還有歌劇院啊 美術館之類的 它還有地熱 這個地方就有地熱 所以就很多的這個 天鵝 嗯 這什麼地方 這又回到剛剛那個 對 這個就是 也是沿途看到 那這個地方要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除了 它的冰洞之外 因為冰洞都是在哪裡附近 冰河湖附近 嗯 冰河湖的位置呢 是在冰島的這個冰茂 就是冰島稍微靠南邊的地方 嗯嗯 然後這個附近呢 就剛好是有一個很多大的冰原 還有湖 剛好中間還有一個粗海口 嗯 所以說在冬季的時候 水慢慢流出去的時候 冰洞就是在這個周圍 OK 那我們在冬季的時候呢 會在這個地方 會待個兩天到三天 一方面是玩冰洞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我們要看這個就是 他們的在這邊 晚上可以拍極光 OK 因為今天時間 可能不太夠 所以說 對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講的就 暫時到這裡為止了 好了聽眾朋友 我們節目時間已經到了 那最重要的是今天 張雨翔老師給我們帶來 就是介紹了冰島 給我們最重要的觀念是 冰島很漂亮 然後呢 有非常多的這個生態景觀 還有地質地形的資源 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對 做好旅行規劃 然後注意你的交通 時速 他提醒了幾個事情 就是交通 你一定要了解 當地的交通動線 有特殊情況的時候 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 在時速 在住的地方呢 老實提醒我們 就不必非找那種昂貴 不得了的 最重要的是找離景點近的 然後乾淨的 就是一些這些基本的觀念 給我們對不對 還有交通 你的車子一定要用好的 最好是四輪傳動的 那麼比兩輪傳動安全的多 而且你如果是自駕旅行的話 最好是天天都要檢查這個車子 然後隨時保持這個車況的良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到當地準備好 在當地買當地的SIM卡 電話SIM卡 遠比你在其他地方 或者說你國際漫遊要方便的多 就有些基本的觀念先建立起來 然後找對旅遊專家帶著你去旅行 這樣子是比較豐盛圓滿的 今天謝謝雨翔老師到我們現場來 下次有機會看看你介紹哪裡 拜拜 拜拜